我相信大家知道 3月1号的晚上9点钟的时候 在中国昆明的火车站 发生了蒙灭暴徒 抗人的暴力恐怖事件 到2号的时候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有没有数据更新 我昨天看到的是 造成了29个人的死亡 143个人受伤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盼望我们也为他们的家属 死难者的家属祷告 也是那些在受伤当中的人 能够早日康护 更恳切求上的能够医治 受这个影响所带来伤害的人 另外我也在微博上 看到有个基督徒 他针对这件事情 他说 昆明事件提醒我们 恐怖分子的目的 是除了杀人以外 他们重要的是要传递恐惧 而阻挡恐惧的唯一方式呢 就是让我们更加的相爱 传递爱 爱家人 也却爱陌生的人 因为在爱里面呢 没有惧怕 在爱里面呢 有平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初期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 兴旺的教会 初期教会呢 也是一个敬拜的教会 初期教会 也是一个愿意聆听上帝的话语 灵受教导的教会 初期教会 它也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今天我与弟兄姐妹所分享的 就是初期教会 所带给我们的信息 就是彼此团契 让我们一起看圣经的第41至42节 我们一起念41至42节 就在经文里面 一拜请 于是灵受他化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 蒙徒约贴了三千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拨饼 祈祷 好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 什么是团契 团契就是基于一种生命的契合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呢 他说灵受他化的人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一个 他的化就是指彼得的讲道 也就是说他们聆听了彼得的讲道 并且灵受了彼得的讲道之后呢 他们就做出一个行动 是什么行动呢 就是受了洗 当他们受了洗之后呢 你会发现下面一个词非常重要 那一天 蒙徒约贴了三千人 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之前是灵受他化的人 当他们受洗之后呢 加入教会之后呢 他们就成为蒙徒 所以蒙徒他跟灵受他化的人 是有区别的 这个区别就在于 能够真正相信灵受神的话 并且呢 受洗归录耶稣基督 那这样的人呢 成为蒙徒 后来他们在一起 就遵守使徒的教训 他们在一起就彼此的交接 这个彼此的交接 就是彼此的团契 他们拨饼 他们拨饼就是彼此的团契 他们祷告 他们在彼此团契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也告诉我们 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 有一个团契关系的时候 我们是基于一种生命的契合 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第三节怎么说的呢 我们可以一起念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第三节 我在单章上有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 一拜 请 我们将所看见 所听见的 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同样讲到一个 相交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里面所告诉我们 约翰说 我将我所看见的 我将我所听见的 我要传给你们 那怎么传给你们呢 约翰可能在 那个时候记得话语 或者现在正在写着信 我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同样提到这个词 我告诉你 这个相交的原文 就是团契的意思 在和合本里面 没有用团契这个词 但是相交这个词 就是团契的意思 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怎么样 相交的 这段的经文 告诉我们一个相交的基础 也告诉我们基督徒 团契的基础是什么呢 乃是我们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相交的 我们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相交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才有相交的可能 再用一句话 我们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有团契生活 所以使得我们 与弟兄姐妹之间 同样有团契的生活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一个事实 当我们过团契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乃是基于 我们生命当中 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有一种团契的生命关系 这个关系 圣经没有继续的多讲 我们与父之间 到底这个团契关系是什么 我们所以看到 是一种神秘的列间 我们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有神秘的一种列阶 神秘的一种团契 使得我们弟兄姐妹之间 有一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与父 与他儿子耶稣基督 有一种神圣的 一种神秘的相交关系之后 我想说的是 你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 你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 你就不可避免地 要与其他同位基督 门徒的肢体 建立一种生命的相交关系 这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 团契关系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基督徒的团契 我们建立在 共同联与基督的根基上 所以团契的关系 它不是一种 简单的友谊的关系 乃是一种 在神里面的一种 生命的关系 所以团契关系的相处原则 也不单纯是一种友好 是一种配合 或者一种共识 而是一种 属灵的 活泼的一种关系 在这样的团契关系里面 基督徒们 我们彼此分享 里面耶稣的生命 我们也注视彼此 生命当中的耶稣 并且透过彼此 来触摸耶稣 并且也被我们的主耶稣 触摸到 所以这种的关系 是因为耶稣基督 祂实实在在地居住在 在座弟兄姐妹 你的心里 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你就会自然 流露出来的一种关系 也因此我想说的是 我们的团契聚会 我们的小组聚会 不是联谊 我们的团契聚会 我们的小组聚会 不是聚昌 不是party 更是在团契过程里面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点心 都不是我们聚会的中心 毫无疑问 团契的中心是什么 是基督 并他自己 这就是团契 基于一种生命的契合 第二个方面 我想说的是 团契里面 会有一种信仰的 彼此的分享 所以第42节怎么说的呢 说他们都恒心 遵守使徒的教训 在这里面 他们用一个词就是 彼此怎么样 交接 我刚才说过 交接原来的原意呢 就是分享的意思 它也可以方成一团契 那它可以是什么呢 我们在一起一起吃饭 还有的 一起来分享信仰的经验 下面有个词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波饼 你知道波饼呢 可能在初期教会里面 他们是指我们 现在的吃圣餐 接下来我们的吃圣餐 也可能呢 是在初期教会里面 他们一起就吃饭 简单的吃饭 但是到了 哥尼多前书里面呢 这种简单的吃饭呢 后来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种礼仪 就是波饼聚会 那它里面有个 非常重要的行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同享 一份碑 我们现在同享 一个饼 是在说明 我们的生命 是用一种彼此的 一种联系关系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因此在我们的团契里面 使我们基督徒的关系 得到建立和维系的时候 团契应该强调的是一种 基督徒之间的一种 彼此属灵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一些 生命经历的交流 与分享 我很喜欢听弟兄姐妹 信族的故事 这些故事 在什么场合能够 有一些机会地听呢 就在团契生活里面 在你的小组当中 那不仅仅如此 也可以成为一个真理 和实践的一种心得 和探讨 所以在团契里面 我们可以探讨 今天我领受了牧师的讲道 或者我今天领受了一段信息 我有很大的感动 什么样的感动呢 你可以在团契生活里面 可以在小组生活当中去分享 所以团契和小组 我们就应该提供 更多的机会 让更多的弟兄姐妹 来分享她的生命经历 她的属灵心得 她的信仰经验 不仅仅如此 我们也可以有 彼此的一起的服侍和相交 所以一般来说 团契最好呢 像耶稣简学十二个门徒一样 是十二个之内的 建立一个团契 这样的话 你的分享 你的信仰交流 还更加的深入 所以你知道吗 在礼拜天的时候 我讲道的时候 牧师讲道的时候 不允许你有分享的 不允许是当向性的 我是在宣告上帝的话语 但是在弟兄姐妹 我们之间的彼此团契里面 或者在你礼拜五的团契当中 或者你平时的一些 弟兄姊妹个别之间 或者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都可以有团契生活 这个团契生活就是 你要彼此分享 你的信仰经验 属灵心得 所以这是信仰生活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吗 圣经最后一卷书 是马拉基书 他里面对这个说起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说明 马拉基他大声赤真 那些拘泥与虚拟的人 他呼吁怎么说 他说敬畏耶和华的 你要怎么样 彼此谈论 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 第十六节 圣经在马拉基书 第三章第十六节 打开圣经或者我读 大家听听 他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 彼此谈论 耶和华怎么样 彻而听 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 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 念他名的人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看到 他说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们在一起彼此的谈论 他们谈论的时候 圣经怎么说 耶和华怎么样 彻而听 并且耶和华会用纪念册 来记录这些敬畏他的人 思念他的名 他们在谈论什么 就在谈念耶和华的事 他们在谈念耶和华的 彼此思念耶和华的名 所以当他们在一起谈论的时候 耶和华彻听 并且用纪念册纪念他 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上帝 他非常注重基督徒的团职生活 信耶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不是你一个人信了之后 就在我们家里面 就是过我们单独的一个个人生活 不是 所以基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需要有个团契 只有在团契的 我记得上个星期 袁传道给我们分享过 他最印象深刻 是他的福桃对他说的 是什么 一个炭火怎么样 如果炭火 如果再拿出来的话 它马上会灭了 炭火只有在其他的炭火里面 他能够继续地发望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人 你已经刚刚信主 或者你已经觉知信主了 或者你已经受网禁了 我想说的就是 你一定要有团契生活 因为在团契生活里面 我们彼此激励 在团契生活里面 我们一起来成长 我还记得有一次 灵修日记 他讲的一个故事 说亚马加的两个运动员 有个叫博尔特 很有名的 还有他的有个队友 叫布雷克 他说他们两个 在2012年的 伦敦奥运会里面 双双参加了 100米和200米的比赛 囊括了金牌和银牌 也就是他们两个 在运动场上 是一个竞争对手 但是博尔特他说 我非常尊重这个布雷克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他们 在一起训练的时候 一起跟着训练 他说因为我有这么一个 强的对手在里面 他说因为他 使我成为一个 更好的运动员 他总是和我并驾齐驱 让我不敢松懈 这告诉我们什么 两个运动员 经常彼此的鞭挞 鼓励 所以他就会追求 运动上更加的超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基督里的众信徒 我们应该也是如此 在信仰当中 我们有义务来彼此勉励 教会不是一个机构 不是一个社交俱乐部 教会应该是一种 让我们这一群 得以与上帝亲近的人 并且我们最得赦免的人 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教会是这么一个地方 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像 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我还记得 我们那个时候 我的团契 记得在中国 我以前成立一个青年团契 那时候有一句口号是什么呢 就是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 当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需要有其他的弟兄姊妹 来支持我的信仰 我需要有其他的弟兄姊妹 来分享我的信仰经验 当我软弱的时候 我需要有其他弟兄姊妹 来扶持我 来帮助我 当别人有软弱的时候 我需要去帮助他 去爱护他 我们需要彼此鼓励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不要觉得你一个人能行 我们都不行 每一个人都是乱弱的人 你可能不需要金钱 你可能不需要知识 因为你很有金钱 你很有知识了 但是你一定需要爱 你需要有人去支持你 所以团契就是这样一个 支持群体 让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面成长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团契是什么呢 团契就是信仰生活的 一种彼此的分享 所以我盼望你能够敏感 你每一次的听到 你聆听你的话语之后 你应该有机会 与身边的人进行分享 我也盼望你能够敏感 你身边当中的一种作为 你生命当中工作上的一些作为 如果你有受伤的时候 或者如果你犯罪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 有机会去分享 或者你得到别人的帮助的时候 你要感恩的时候 你应该有机会与分享 这就是基督徒的团契生活 这是我所说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团契里面 他们有生活的彼此关怀 具体性的关怀 那第44至45节 我们一起念圣经 44至45节 44节一拜 请信的人都在一起 房屋公用 并且卖了铁厂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 分给个人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 初期教会的一种生活状态 大家分卖了所有的家 完了住在一起 这个很像什么 中国曾经有过的 这个大锅饭 大家在一起怎么样 吃饭 一起耕地 完了呢 每个村子里面 都会有一个大的食堂 完了大家在一起吃 这样生活好不好 弟兄姐妹 您愿不愿意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 大家都知道 实践证明 这是不大的能够的 对不对 山东其实在耶稣家庭里面 他们有这样的生活 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那大锅饭呢 更是如此 饿死了很多人 因为里面会遇见一个 人性上的挑战 我奶奶呢 还好是大锅饭 那个食堂里面的那个厨师 所以我爸爸没有饿着 不过我想说的是呢 这种的生活模式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一种生活模式 真的是共产主义了 而问题就在于 现在还要面对 人性的问题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说的是 现在的教会 我们不是要防务公用 但是防务公用里面 非常重要的原则 是我们现在所要的 那个原则是什么 就是彼此相爱的原则 请问为什么 他们要防务公用 他们防务公用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那个有钱人 看他讨厌 所以把他给怎么样 钱财给地族给打倒吗 土豪给打倒吗 不是 他们防务公用的原则 是在第四章的三十四节里面 我们看第四章的三十四节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 圣经怎么说的呢 他说那种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铁厂 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盈放在使徒的面前 所以说明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他们防务公用 实得没有一个缺乏的 他们为什么没有缺乏的 因为防务公用 所以他们防务公用的目的 就是为了那些缺乏的人 得到绑足 那些贫穷的人 能够得到供应 这是目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给我们的一个原则 我们不是要防务公用 我们要的是什么 一个彼此相爱的 一个最具体的 一种彼此相爱的方法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初期教会 是一个团契的教会 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教会 初期教会 也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所以在我们的团契生活里面 我想说的是 你要具体地实践爱的行动 我们不仅仅由生命 进行一些关怀 我想说的是 你要很具体地 去实践爱的行动 我记得在联合主题里面 我曾经讲过 下面有六个方面 你可以再记一下 很具体的一个爱的行动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一颗了解的心 当我们学爱别人的时候 要了解别人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爱的伤害是什么意思吗 他很爱我 这个爸爸看得儿子没吃饭 赶紧吃 儿子说我饱 爸爸说赶紧吃 他怕爸爸打 所以他吃了 终于把他勉强给吃了之后 他妈妈来了 你刚刚吃过 你怎么还吃呢 这是什么 爱的伤害 不了解 所以我常常说过一个问题 有很多的时候 你知道当你了解之后 对他的看法 没有了解之前 是很不一样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很爱干净 比如说 但是我也不是不爱干净 比如说我很爱干净 我手里常常拿着手帕 有一次在下雨天 就像现在一样 我拿着手帕 我在路上走的时候 我掏手帕的时候 我不小心 掏手机的时候 不小心把我的手帕 扔在地上 掉在地上 我很爱干净 掉在地上 又要这么按照 我就赶紧去捡 当我赶紧去捡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手 又臭又脏的脚 比我快一步 我就很生气 我要骂他 你瞎眼了 我想骂他 当我要骂他的时候 当我抬头一看的时候 这个人真的是瞎眼的 请问我还会骂他 你瞎眼了 不会了 为什么 虽然他做了一件事情 让我感觉轻放我的事情 让我会感觉受伤的事情 但是他是有他生理的限制 我了解了 所以我不会再骂他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一颗了解的心 在我们的团职生活里面 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你的教育程度不一样 你要了解别人的文化 别人的教育背景 别人说话的习惯 很多的时候 可以在了解过程里面 你会更加的彼此相爱 第二 是一副倾听的耳 你怎么能够了解别人 你怎么能够了解别人 你要透过聆听 你知道吗 其实聆听是教会生活当中 特别是团庆生活里面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品格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想请问大家 大部分人比较爱讲 还是比较爱听啊 大部分人比较爱讲 对不对 如果大部分人都比较爱讲的话 一定需要怎么样 有人听嘛 所以你如果会听 你就会很受欢迎 这是个现代辅导学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聆听的功课 其实我告诉你 不仅仅是 现代辅导学这么说的 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看一段经文 很有意思 在约伯记的第十七章 约伯记里呢 大家知道 当约伯受苦的时候 他的朋友过来呢 陪他做了七天七夜 哇 这个很好的朋友 不说话 就是这样 陪他做了七天七夜 后来呢 这个朋友就说话了 而且说多了 所以约伯的心情是怎么 你看第十七章的 第一字第二节 第十九章 对不起 第十九章的第一字第二节 如果你没有圣经 听我读 约伯回答说 你们搅扰我的心 用言语压碎我 要到什么呀 几时呢 这里约伯听了很多 所以他说 你们这些人 用言语压碎 要到几时呢 那约伯要的是什么呢 你再看 第十一章的第一字第二节 二十一章的第一字第二节 约伯回答说 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 就算你们怎么样 安慰我 你听我的话 细听我的言语 就算你们安慰我 所以聆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我相信很多的人 我在教会里面也是 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你接到一个电话 完了对方呢 给你讲很多他的一些苦闷的事情 讲讲讲很多 我相信这位我们的执事们 你会常常接受到电话 或者我牧师也会 那有人跟人家讲很多 完了你呢 都没有办法插上嘴 对不对 完了嗯 啊嗯 啊 后来他挂电话之前说 牧师啊 床道人啊 或者职扇 你的话好安慰我 其实你什么都没讲 你知道吗 聆听是在团契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 我们学习做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一片剑射的蛇 我们比较爱说话 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有智慧 那有一些人呢 不安慰人还好 一安慰人怎么样 别人更难过了 我不知道我可以安慰别人 但是我常常安慰不了自己的太太 她要问我一些问题 我要解决问题 好像越解决越不好 就觉得自己很不会安慰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安慰一片剑射的蛇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你知道吗 言语的沟通里面 在言语沟通当中的言语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我们不好意思 不大敢能够表达爱 来美国之后 我们美国的华人还不错 关心你的时候 我觉得教会的长辈 对我们关心爱的时候 也是很容易表达 我也听过有人对我说 我爱你这样的话 都很温馨 很感动的 一般我们是不大能够说这样的话的 对不对 特别是我们在中国大陆 我们是很好意思讲 我爱北京天安盟的 我爱这个祖国 但是我们不大能够讲 我爱人 一个具体的 个体的一种生命 我不大爱讲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 我看到马拉基书里面 我看到旧约当中的 你看到旧约当中的神 好像是很威严的 但是旧约当中的神是什么时候呢 以色列人啊 神说我爱你们 并且他的意思是说 我永远爱你们 我过去爱你 现在爱你 我将来也永远爱你 你知道吗 这个彼得在 在那个那个 坐在那里的时候 耶稣对他怎么说 西门的儿子彼得 你怎么样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这个如果你现在 情境化了一下 我们的文化 就是我的一个男老师 神学院的男老师 对我说 道德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就觉得 你觉得差异很大 但是你知道 圣经里面的文化 就是毫不犹豫地 表达你的情感 特别是如果你看 保罗书信当中的 一些问安的话 保国书信里面 问候的话 或者特别是保罗 写给提姆泰的一些书的话 你会发现 真的是非常温暖的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不要吝啬 你对别人的称赞 你不要吝啬 对别人情感的一种表达 在教会里面 我们可以有建设的蛇 还有积极的盐 一对积极的盐 我想说的是 一个消极的人 他看任何的事情 都是非常消极的 就像一个人喝着水 还有棒瓶水一样 消极的人说 哎呀 只有棒瓶水了 那个积极的人会说 哎呀 还好 还有棒瓶水 这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在教会的服饰 或者在团契的过程里面 积极是非常重要 我是一个很年轻的床道人 我从小到大 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教会里面服饰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一直出去 就开始在农村里面讲道 为什么能够这样 我后来 后来我2000年回温州 2003年去新加坡念神学 后来又回来 我感觉到 我一直受到很多长辈 对我积极的一种鼓励和爱护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去做同工培训的时候 就是我一个年轻最轻的 但是我能够看到 这些长辈们 他对我的爱护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是 现在我们教会 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 目到有刚刚信主 刚刚加入教会 我盼望我们的教会的长辈 或者你信主年龄 比他们多的人 你对他们 有积极的眼光去看待 去鼓励 去爱护 Amen 我们需要成长 不仅如此 第五个是什么呢 一双帮助的手 很具体的 去帮助别人 一个微笑 一次的握手 一次的握手 一份的捐助 一个的电话 一个拥抱 一份礼物 我告诉你 都可能可以让人 一辈子都记住的 我回想自己的 过去的经历里面 你知道在教会 我常常说教会是什么地方 教会是那个 我很爱的那个地方 但是有一些时候 也是很受伤的那个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但是当我们知道 在爱的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人 在你很软弱的时候 他会给你爱 给你帮助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很受很大的委屈 我还记得我正在吃饭 有个弟兄打电话过来 完了呢 他在说叫我报仗 我做一个圣诞节 测化圣诞节目之后 有一些自己话的 叫我报仗 完了呢 我因为很受伤 很委屈 我就说算了 我自己出好了 不用报仗了 你知道吗 那个弟兄说了一句话 千万不要 你已经这么辛苦了 你怎么 还让你 千万不要 你已经做了这么辛苦了 我还记得 我那个手 眼泪就哗啦哗啦哗啦地流下来 我告诉你 人就有一些时候 就这么容易受伤 但是有一些时候 你的一个电话 你的一个问候 就是对别人很有帮助的 对不对 有一些时候 别人对你笑 你没感觉的 别人给你一个拥抱 你没感觉的 还觉得他多此一举 但是就是有那些时候 在你非常的时刻里面 别人对你的爱护 你会深深地感动 而这个感动 可能改变你的一辈子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能够 不多付出一点帮助的手呢 对我们身边的人 多一些关怀 对我们的祖缘 对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姐妹 多一份关怀呢 求上帝能够 特别地怜悯我们 让我们的古去国有尽兴 会成为一个 彼此相爱的教会 不仅仅我们爱灵蛇 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阿们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受伤的时代 这是一个冷漠的时代 如果一个教会 一个团体 它能够很温暖 很相爱的话 是非常能够吸引别人的 你知道吗 所以求上帝能够特别来怜悯我们 第六 很重要的是一双藏纹的脚 爱不是盲目 需要真理 需要圣洁 需要公义 所以呢这里面 第六我想说的是呢 一双藏纹的脚 有没有人把它记下来了 第一个是什么 一个了解的心 第二 一副倾听的耳 第三 一片剑尸的蛇 第四 一对积极的眼 第五 一双帮助的手 第六 一双藏纹的脚 你知道吗 彼此相爱 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告诉我们 第十三章的 三十四指三十五指 耶稣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你知道吗 在教会学历史里面 会有很多的护教学 刚刚我们在那个 那个主学班里面 也是在讲护教学 在护教学当中 有非常多的古典护教学 有道德论 物理论 什么本体论 还有一些前提护教学 什么很多的护教学 但是有个护教学家 薛华他说一句话 爱是终极的护教 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传福音方式拉人 他说爱是终极的护教 所以求上帝能够 特别的怜悯我们 也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真正爱的教会 如果一个真正爱的教会 那我们的存心应该是什么呢 第四节所告诉我们 团体应该有同心 有诚实的心 其实在圣经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欢喜快乐的心 包括在圣经当中 约翰一书的一章第四节里面 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的 为了叫你们有喜乐充足 也就是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我们有个团契生活的时候 你可以在团契生活里面得到喜乐 同样当我们在教会里面 能够有团契生活的时候 你会得到喜乐 但是前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 是什么呢 一个是同心 还有一个是什么 诚实 这个诚实 它的意思就是 坦率的 开放的 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个特征 是一个当纯的 你知道吗 特别是像他们这种防务功用 他们最不能够容纳的 就是不真诚 如果有人作假 有私心的话 马上就会破坏 这个团契生活 下一次我们会讲到 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事件 他们就是什么 欺哄圣灵 欺骗 所以在团契生活当中的 欺哄圣灵 说谎话 是上帝最容易去 最要去惩罚的 所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 马上就击杀在神的面前 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 一个同心和诚实的心 是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想说的是 就像牧师常常说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也是个人 我们的教会完美不完美 不完美 为什么不完美 因为你不完美 所以牧师常常说 如果你完美就不需要来教会了 正是因为我们不完美 所以我们需要团契生活 我们需要救赎的教会 但是因为在这个 不完美的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团契生活当中 固然会有人际关系问题的 有没有 可能有一些刚刚信主的人 你对教会太过理想化 因为这里的牧师都很好 床道人都很好 弟兄姐妹都很善良 但是偶尔看到 你觉得不那么善良的时候 你就会容易受伤 人很奇怪的 你没有期待的时候 我常常说的 你过去 他不对你笑 你不对他笑 他也不对你笑 你就没有受伤的 受伤的是什么 他不笑你笑了 他不笑你受伤了 人就这么奇怪的 所以当你给他很大的期待的时候 或者你觉得 把他给很理想化的时候 你可能会很大的受伤 而教会常常是这样的 团契是什么 我刚才讲了很多 团契是交心的地方 弟兄姐妹 常常把心给掏出来 但是如果遇见一些 让你觉得不成诚 或者误会 或者一些不成诚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比其他的地方的人 更加地受伤 会不会 因为我听过很多的人跟我讲 流着眼泪跟我讲 像有个弟兄 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一个老板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从来不会在外面哭的 在教会里面被误会了 他就在那边嚎啕大哭 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他交心的地方 所以我的信息就是说 会有可能的伤害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 让我们一起用上帝的爱 去弥补我的伤害 在教会里面 我也会受过伤 曾经 当时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时教会又是 让我受伤之后 又愿意把这个心掏出来的 让我受伤之后 我也愿意 把我的心交出来的那个地方 是让我能够 值得我去爱的 那个地方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 有很多人 你不再把心交出来 你尽量隔离得远远的 团契生活 你尽量不去参加 我想说的是 在团契生活里面 会得到很大的喜乐 一定没有错的 圣经这么教导的 耶稣这么教导的 一定没有错的 求上帝能够怜悯我们 让我们更加地保持真诚 保持爱 保持圣洁 我们每一个的主席 我们每一个的主长 我们的教母同工 我们的理事只是 我们尽量要做得 更加地好 同心 但是不可避免的时候 我盼望弟兄姐妹 不要对这里失望 不要对你的团契失望 那里有爱 并且那里一定 会有爱所带出来的喜乐 阿们 所以恳切 求上帝能够 特别怜悯我们 我再说一遍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就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有一种相交团契关系 当我们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有相交团契关系之后 我们不可避免地 要与其他的肢体 建立一种相交团契的关系 这就是基督徒的团契生活 不一定你一定要参加 某一区的团契 我只是说 你一定要与其他的信徒 有一个定期的团契生活 阿们 你有吗 如果你没有 欢迎你参加 如果你没有 我盼望你要有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谢谢你能够让我们看到 初期教会 它不仅是一个敬拜你的教会 它也是一个 灵受教导的教会 它更是一个彼此相爱的 有团契生活的教会 那里有爱 那里弟兄姐妹 他维生自己 他们甚至变卖 自己的家常 以这样的具体的方式 去关怀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求你能够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家 找到自己的团契 主啊 如果我们是 受过伤害的话 主啊 求你能够帮助我 扶贫我们心中的伤害 将更多的喜乐和祝福 注入我们的心当中 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觉得 我们的教会不够温暖 或者我们的团契 不够温暖的话 我们的家庭 甚至家庭不够温暖的话 主啊 求你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首先付出爱 首先付出温暖 无论在团契 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家庭当中 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 享受爱的人 也让我们成为一个 付出爱 实践爱的基督门徒 我们非常的感谢 因为当我们一起领受 主上这个杯与饼的时候 主啊 求你能够让我们相信 求你能够让我每一个人去相信 当我们领受一个杯 一个饼的时候 是在表明 我们是一群 我们是一起的 我们是一伙的 我们是一个整体 我们就是一个肢体 求你能够让我们 也为身边的人 以及领受的人 也让我们懂得去爱 去饶恕 去接纳 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 爱的教会 谢谢你 赞美你 你为我们同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